北京时间10日上午 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任务的血龙2号 正在举行穿越赤道纪念活动 驾驶台值班员发现一艘小船正在求救 考察对副领队魏福海和船长肖志明 紧急赶往驾驶台 船舶采取停船转向措施 因为它现在高频也不能用 这个AS自动识别系统也找不到 所以它们现在应该是没电的 最新动态就是最新的这个发行的社会 德国纽约建他们正在协调传播 但是协调传播什么时候回来 目前没够的确认答复 北京时间11日晚上7点半左右 经过近33个小时的救援 考察队将求救船只成功交给当地的接应人员 随后学龙二号调整航向 开始始向最终的目的地 南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